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六位弟兄姐妹加上一位广东部的姐妹 她们分享她们的得救见证 我就发现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们 她们从原本不认识主到有一点点认识主 到真的要决定去跟随主 而且要公开的在众人面前宣告说我是个基督徒 然后分享她们的见证 然后要全身浸到水里面 这个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谦卑的行为 因为我们若不知道我们的神是如此的崇高 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完全的谦卑自己 然后去顺服主耶稣的教导 还有主耶稣的榜样 当然其中我们有很多我们每一个国语堂的弟兄姐妹 她们见证都是一山还有一山高 就是一个比一个还要精彩 每一个人呢都有很奇特的故事 才能站到那个台前 然后入到那个水里 而且我听到很多神回应的祷告 因为包括我们的Sharon姐妹 她其实昨天是她的预产期 但是她就跟神求告说 让宝宝不要那么快来 所以她可以受尽 然后当然Albert和Selena呢 就Linda阿姨的大儿子和媳妇 他们是心里相信了 是认识神的 但是好长的一段时间 他们可能也没有觉得 有需要去宣告或是公开 但是感谢主的就是 神真的是亲自的动工 让他们愿意做这个决定 然后当然他的见证 也是非常非常的感人的 那再来我们还有我们的Carmen Peter 他们也是不容易 因为真的已经信主 受过喜了 可是却要再 并不是要重新受尽 而是呢 透过这个完全进到水的敬礼 只是合乎意 合乎圣经上的意 所以这也是一个不容易 他们也是真的是要 摆低谦卑他们自己很多 才能做到这一步 后来我还才发现 原来我还不小心在受尽的时候 让Carmen喝了水这样 不只进到水里 还顺便喝了水 然后我们还有70岁的弟兄 Simon 他就是 已经70岁了 人生呢 走了一大半 但是他依然是非常乐观的 而且非常喜乐的 去接受了这个神要再应许给他的下一段新的人生 好那我们就要来今天的灵修了 灵修呢 是在西伯来书七章九到十节 经文是这样说的 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立位 也是借着亚伯拉罕那十分之一 因为麦基喜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 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 以色列人所奉献的十分之一 是交给立位支派去管理 所以立位人呢 就成为以色列支派一个很特别的支派 同样为祭司的麦基喜德 却是比立位人更高的等次 因为呢 立位的祖先亚伯拉罕 还要将他所寻回来的好处 献十分之一给麦基喜德 所以就相当于立位人 已经向麦基喜德奉献了十分之一 这样比来比去的结果呢 简单来说 就是要让读者们知道 麦基喜德的等次是很高很高的 而我们需要明白 麦基喜德的等次是高的 因为主耶稣是与他有同样冲高的等次 在我信主的过程当中 我曾经有一个想法 就是耶稣是来帮助我的 他是一个住在我心里的神 这样的想法呢 让我跟耶稣的关系 成了一个利益交换的关系 因为当我一切顺利的时候 我觉得耶稣与我的关系很靠近 当我遇到不顺的时候 我觉得耶稣与我的关系很遥远 后来我明白 耶稣的确是住在我的心里 但他并不是我的同辈 他的身份比我尊贵的太多了 只是他愿意谦卑他自己做我的朋友 有了这个觉悟之后 耶稣与我的关系 变成了一个祖仆的关系 就是我知道他是我生命的主宰 我是他所拣选的仆人 我不会再因为我的处境顺利或是失忆 而去怀疑主耶稣与我的关系 反而我会在各样的处境当中 去顺服神的心意 好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祈求圣灵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 在这个新的一周里 有一个新造的态度 去面对每一天的挑战 也能够清楚地明白 主耶稣的身份是相当的尊贵 值得我们去敬拜 去赞美 我们愿意谦卑地向主学习 喜乐地去赞美 愿荣耀颂赞都归于神 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请不吝点赞美